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大多数已婚男性经常因为房事泄精伤身而苦恼 比如说在事后大汗淋漓,睡眠不好 第二天非常困倦疲劳,起床困难 要等两三天才能缓过劲来 很明显这是你的身体素质下降了 尤其是肾经不够用了 在同房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内 其实是我们身体最容易补回肾经的时候 大家可以先别急着去洗澡或者着急睡觉 我们坐上10分钟的补经归员工 保你第二天能够继续生龙活虎 第一步,闭气握固补真元 首先是坐姿,咱们可以双腿盘坐在床上 你可以单盘或者双盘 如果做不了盘腿动作的话 就把双腿放在床边,平坐在床上 双脚放在地上也可以 然后双手握固 握固这个手势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双手 拇指打开四指并拢 然后把你的拇指指尖抵在无名指的指根处 用四根手指牢牢的包住大拇指 双手都是这样放 握固的力量要松紧适度 你感觉大拇指有一种紧紧的包裹感 但是又没有非常用力 你的双手不会觉得累 这个力度就可以了 双手握固 掌心朝上 掌心朝上 放在自己双膝之上 舍底上饿 心无杂念 闭上眼睛 全身放松 自然呼吸 三分钟 然后你的每一次吸气 都意想着白色的大自然的精气 由全身的毛孔进入到丹田 吸气之后闭气 观想丹田一片白茫茫 等到你闭气到极限的时候 呼气 全身放松 就这样一吸一呼 做六次 好 吸 呼 吸 闭气的时长因人而异 大家尽量的闭到自己感觉到的 到达了极限就可以了 初次练习的朋友 如果我们觉得闭气自己很难受 觉得气紧气闷的话 我们就可以先用自然呼吸 等到身体适应了 咱们再去练习这样 一吸一闭一呼 这个呼吸方法 但是呢 我们吸闭呼 为一次 最多呢 大家不要练习超过九次 一般来说 咱们练习六次就足够了 第二步 扣齿吞筋 鼓晶圆 接上式 仍然是这个姿势 握呼的姿势 全身放松 口唇微闭 心神合一 闭目 然后让我们的上下牙齿 有节奏的互相扣肌 嘴巴不要张开 牙齿在口腔当中 扣齐三十六次 扣齐之后 我们用自己的舌头 沿着你的上下牙齦去搅动 用力要自然 先搅动上侧牙齦 再搅动下侧 然后 先搅动我们的内侧牙齦 之后是你的外侧牙齦 各搅动三十六次 在搅动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嘴巴当中 从舌头的下方涌现出来了很多甜甜的 很清澈的金叶 这个金叶和我们的唾叶是有所不同的 当这个金叶积攒了很多之后 我们分三口 把你口中的金叶 缓缓的咽下去 你要意念当中 想着金叶一直咽入了丹田之中 咽下去之后 静养一分钟 第三步叫做心肾香蕉锁龙器 到了第三步 就要仰卧躺在床上 然后我们把自己两个膝盖向两侧打开 双腿内弯 两个脚心相贴 用拳穴相对 双手伸出中指 用中指插入耳孔 注意这时候你要减去自己的长指甲 避免损伤耳道 其余的手指自然弯曲就可以 双手手臂打开 放在身体的两侧 这个姿势可以让我们心肾相交 肾气内固 因为中指是心经 那么肾开胶于耳 通过这个动作可以促使水火相继 心肾相交 那么肾气自然也就内收了 保持这个姿势 闭目养神 然后我们做俯视呼吸 吸气的时候你要吸的深要长 小腹同时配合内缩 呼气的时候要轻要柔 小腹配合外突 这样我们反复练习十分钟左右 当然你也可以练习的时间长一些 好 准备好姿势 吸气 小腹紧缩 呼气 小腹突出 这步我们做上一会之后 你会感觉到小腹甘甜之处 微微的热了起来 那么逐渐的咱们的肾气又重新充盈 并且肾经又慢慢的找补回来了 做完这个姿势 如果您感觉到身体有了困意 那么我们可以缓缓的把双腿放平 调整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姿势 可以去进入睡眠状态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下床适当的去活动一下 在房室之后的第二天特别容易累 主要是因为泄精之后很损身体 我们没有做一个补养的动作 就直接入睡 会让疲劳的反射机能持续松弛 就让你越睡越累 而很多人还喜欢时候一支烟 那么烟草当中的有害物质 会更快的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 对身体的伤害是加倍的 但是在那段时间当中 人体的毛孔比平时是更加容易扩张的 更容易吸采外气 可以抓住这个关键的半小时 来及时的补充精元 这样会让你有一个好的睡眠 而且在第二天你也不会觉得身体疲惫 关键是它不会损伤肾经 能够让我们长期保持这种 良好的健康的体能状态 它的好处呀 试过了你就知道是不一样的 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两种睡觉的姿势有补肾的奇效 今天李老师分享给你 不仅改善身边质量 还能在睡梦中补足肾气 第一个睡姿叫还阳卧 首先身体自然的平躺仰卧 髋关节放松 两腿弯曲 小腿向内收 两脚脚心相对 脚后跟正对着会阴处 双手放在小腹肢上 掌心可以朝着腹部 摆好姿势之后 微微的闭眼 心中默念虚字 不发出声音的虚字 鼻子吸气 深吸一口气直吸到腹部 然后默念虚字 用嘴巴缓缓的呼气 重复 呼吸的时候 想象着你的气 都距离小腹之处了 然后这股气呢 又滚动到了后腰 嘴巴呼气的时候呢 体内的这些浊气 都随着你的呼气 排出体外了 每晚在睡觉之前 我们可以练习10到20分钟 初次练习的人 可能双腿膝盖难以打开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双腿两侧 都垫上一个枕头 来支撑 这样呢 我们的髋关节 不会感觉到疼痛 大家千万不要 第一次练习的时间过长 如果你感觉到 髋部已经有了疼痛感 这样我们就可以 停止练习了 这是第一个睡姿 还阳卧 那么第二个睡姿呢 叫浑圆卧 在练习还阳卧一个月之后 咱们可以开始练习 这个更高一点层次的浑圆卧 姿势呢 依旧是仰卧 两脚心相对 两膝盖打开 脚后跟对着会音 双手要食指交叉 并且盖在你头顶 摆灰穴处 然后闭上眼睛 调整呼吸 默念虚字 浑圆卧 在睡前练习10到20分钟 滑阳卧和浑圆卧 我们通过这两个睡姿的练习啊 它可以快速的使我们的阳气充盈起来 很多朋友跟我说 练完之后呢 腰部有发热的感觉 并且有的人 腰部和臀部 大腿部都会有出汗 还有的朋友呢 会感觉练习一会儿之后 双脚的脚心就开始发热 而且双腿浮肿的朋友 练习完之后 会感觉到双腿很轻松 气血循环变得好了很多 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